嗨,我是雄雄 嗨,我是雄雄 我們每次高校成本的演出 都覺得很強烈 沒錯,我們每次都是一起 我們每次都是一起 對 所以今天是來喝很多吃飯 可能最近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每次內心處理也想在拍 畢竟只剩下一個白菜 沒有啦,因為就是看自己的朋友 就是在舞台上面 當然是很盡情的戰場 對,大家都 有時尚期待 這個局也非常的精彩 然後覺得要生活很無聊 演藝月鏡頭的人 一定要來看老大的精彩 都很漂亮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徐瑋玲 為大家推薦老大的心跳 他是一個非常好看的一個舞台 尤其是像我現在這種 在事件過後需要好心情 好心情的朋友 來看這個就要獲得一個非常好的心情 而且很多笑料 然後到底老大的精彩是什麼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要 老大的精彩跟你來收看 來知道看老大的精彩到底是什麼 哈囉大家好,我是徐瑋玲 所以是瑜 所以加入 我們今天來看搞笑什麼老大的精彩 這是我通過搞笑者系列以來 最好看一次,但是我不是說前輩的系列不好看 而是這個真的讓我 我從頭到尾就是一直笑不笑 而且我笑的可能就變 笑的點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別人一直笑,我還在笑 而且頭腦就是要運作很快 雖然說不是代表說不聰明的人 就很難看,但是 很多點真的 很多點真的很好笑,真的很棒 你現在看完就是有一點 因為還在那個劇的裡面對不對 而且我一下就很想自己的模仿 每一個人,而且他們都吃那個 你為什麼用他們的講話都是說什麼 我忘了 我忘了 搞笑者的老大的精彩 然後大家一定都會想說 為什麼是要叫這個名字 其實我覺得他們裡面 透過老大的精彩也帶出很多 很好笑的哏很好笑的 玩意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來看 好我要先告解 我之前沒有看過搞笑者 但是我看了老大的精彩之後 天啊我想要 我覺得我怎麼可以沒有看過之前的搞笑者 我希望我希望之後有機會 可以把所有的搞笑者們的那個系列 全部都補足一遍 我跟你講,愛情不是你的錯 什麼 都是原諒人的火 因為你們還沒有進來看戲 所以我不想要跟你們聚討太多 他們剛剛裡面前面已經講得有點太多了 所以呢,就幫你們趕快進來看戲 下一位 好,對 因為我覺得這部喜劇 它就是絕無人場 而且它結合非常多時事的話題 所以就是會讓你們非常有共鳴 而且非常在當下的狀態裡面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繼續鎖定 接下來的搞笑者們 二十六、二十八都有 還有十一月二號到十一月三號 在台中中山 中興堂 歡迎大家來看戲 來,要轉彎囉 大家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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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LV 我是黃豪平 身為一名搞笑者的前團員呢 隱藏版的天音樂 今天看完之後真的是覺得 搞笑者們六點零老大金蛋 再度突破搞笑者們的性高度啦 真的 我真的很難得看到一個搞笑者的劇 看完之後心裡是有種光很可愛的 你是說男生嗎 我是覺得很可愛 女生 為什麼可愛那樣的辣 男生的話都是考證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的這個海洋中間大附中有女生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驚喜 然後對觀眾來講也是一個驚喜的彩蛋 也是驚淡的意思 所以你看這是一部充滿驚喜彩蛋的劇 想要知道金蛋是什麼 想要知道火勢有什麼樣的彩蛋 趕快進來看 趕快上年代購票系統去買票吧 還有非常多家宴的場子 老大金蛋可以嗎 我們當大 拜拜 哈囉,大家好 我是舞陽 我今天就是來看 我們的老大的金蛋 我跟你們講 真的很好笑 很有趣的舞台劇 真的非常推薦 大家來看囉 然後那麼下一次的 就是10月5號跟6號 在台北的 親子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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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跟我一樣 親子劇場 然後就是貼在那個 年代售票系統 年代售票系統 好,大家等下來 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姓 今天我來看 搞笑者們老大的金蛋 非常的好笑 有三層樓的座位 然後每一層樓 反正就是可以感到觀眾 就是非常的 投入在劇情當中 然後覺得 整場反正就笑 一直都笑聲就對了啦 然後如果說 大家你知道 生活很浮悶 然後有很多壓力的話 非常非常適合 進劇場來釋放一下 然後這個週末 在城市舞台 然後10月5號6號 在市政府的親子劇場 還有家演 所以台北的朋友 不要錯誤 趕快把握機會去看 這樣子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只是說 社會搞笑者的大寶 我覺得這次 社會他們舞蹈知道 我覺得他們舞蹈真的 跳得很不錯喔 然後我覺得可以加一些 舞步像是立東透風帆啊 然後宮田就是來一個 大跳樂啊 然後東訊來個劈盆之類的 如果你們想在 10月5號6號 進出場看到這些的話 就給我買票來 然後我想說 這個台好笑 笑完全 哈囉大家好 我是白白 今天呢 我來看老大的金蛋 我坐在一樓 然後我感覺到 後面二樓的單位 是一陣一陣的笑浪這樣子 我如果說 我最近都非常猶豫 需要好好笑一笑的話 我把這齣戲 推薦給你 一定要來看喔 謝謝大家